好,接下来探讨的是四连共元类型的题目 这个图形四边写ABC珠中 已知珠A1这个角度跟BC珠这个角度一样大 然后又告诉我们说BC珠这个角度叫60度 所以我们就可以得到这个角度它是60度 刚刚跟它一样大的这个珠A1它也是60度 然后现在又告诉我们说A珠B40度 A珠B这个角度这里是40度 好,那现在要我们去求这个ACB 要求ACB这个角度会是多少 好,那目前我们可以得到的线索里面知道 这个60,这个60,这个一样是40 那在三角形AB珠中 这个根据外角定理,外角60这边40 所以得到这个角度它会是20 好,可以得到这个角度是20 还有这边是60度 我可以得到说,那这个AB这个角A也就是BA珠这个角度就是120度 那根据这边来发现这里120,这里60对角互补是180 所以可以得正ABC珠它可以得到一个外接源 那我现在我就给它花一个外接源 好,这边可以得到一个外接源 会同时通过这个叫BA珠 这是一个外接源 好,那现在它问的是这个叫ACB 这个ACB几度,那知道它是外接源的话 那你可以看到这个ACB对应的就是AB弧 那这个AB弧跟我的A珠B是同样的一个弧 所以我刚刚算出这个A珠B是40度 所以我的AB弧会是80 所以我可以得到我的ACB这个的度数也就是40度 我就可以得到这个角度是40度 那这个我们在原类这四边形象中常常运用得到 那你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地方的说明 就是刚才讲的珠A1等于60度 等于BC珠 它们这边都等于60度 都等于60度 然后接下来又发现了这个叫BC珠跟这个BA珠相价是180 所以证明它们是四点共元 所以我们可以得到A珠B跟ACB角度是一样 都是40度